这个恒大女排和这个美国女排的精彩的比赛吧 证明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和一局相比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双方失误都少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 所得的分 美国队得了三分 恒大队所得的八分 全部都是主度得分 双方也会渐入佳境 所以这个比赛就好看了 这个广州体育馆我们也介绍了 这里呢可以坐满了观众的座位是一万零十八个 像贵宾席是六百多个 固定席位五千多个 活动座位四千多个 今天还搭了一个台子搞了一些仪式 那么今天来到广州体育馆 也是亚营会要进行排球决赛的场馆 有五千以上的观众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能显示出郎平指导的这种人格的这种魅力 它的影响 这个我想无疑对中国排球运动的这种发展 对这个职业俱乐部今后的这种如何运作 包括训练系统啊 包括引进的这个外援啊 包括这个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球星 如何延伸他们的技术运动寿命啊 这都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 被传掉球 从大的一个缓掉 音音把球掉成了 刚才您介绍过就是说 像杨浩也好 音音也好 他们打的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凭这个蛮力 是一种实力 是一种经验 是一种默契 今天广州体育馆呢 在比赛的间隙呢 还有一些拉拉热的表演啊 所以场上的这个气氛是非常的活跃 非常热烈 以狼人打他们这支球队呢 从未成功 明年啊 在这个贾埃俱乐部的这个比赛当中 应该说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对 狼平教练在国内 国际 在排球界 和在整个体育爱好者当中 有着很高的声誉 这就像郑平所讲的 他的人格魅力确实是青岛楼 无数的观众 对 保护的非常好 两次了 再靠 现在美国队也是调整以后 四号位 强攻 美国队18号 克里摩尔 24岁 1米82的主攻 把球打成了 现在恒大女排呢 看得出来呢 这些队员在一起 打了一个几个月的这个比赛吧 日真成熟 而且很有经验的队员像杨浩 他们始终脸上是带着微笑 对 这表明他的心态非常放松 对 这样呢 有利于发挥他们自己现有的这种技术水平 是 刚才是冯坤一个漂亮的二次调球啊 冯坤在比赛里面打得很熟练 很成熟的一个队员 也是全队的核心了 对方一款没接好 没有接好 这是一个长局 防守反击了 这是机会 哎呦 这球高度不够 这球来往以后碰到了标志杆 谢谢拜 我们介绍过这支美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呢 他没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队员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珍妮佛啊 这些队员呢 他们都在奥运会之后 就是去结婚啊 生小孩啊 对 那么还有大家熟悉的这个汤姆洛根 这样一些优秀的队员呢 是在欧洲的俱乐部打球 所以现在的这支球队呢 是年轻队员为主 大学生为主 但是他们处于上升系 对 压低一传 掉球 这球比较高 恒大队调整以后 开网 又是阴阴 这球有点开网 不太好控制这个手腕的手指的这个力量 还是非常准的打的 这么你刚才介绍了他36岁了 那么在这个场上还是生龙活虎 一方面说明他的意志非常的这个坚强 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明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对 郎平教练支教的一个特点就是抓细节 嗯 所谓细节就是抓基本功 在我们这个采访这个恒大队的时候看到郎平啊在训练队员 其中训练几个小队员就从基本功抓紧 对 而且郎平教练是手把手的去教 包括传球的基本姿势啊 基本功啊 包括这个防守 坚一船的这个动作啊 要这个重心要低啊 要注意移动啊 等等 所以要这样抓好了这个基本功呢 对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这种培养 对于他们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 哇 明个位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 扣球 漂亮 今天两名主攻手不管是杨昊 他的线路的变化呀 这个打得巧啊 包括这个音音的这种高度啊 打得要结合呀 嗯 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这局比赛里面恒大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篮网比第一局要好了 对 扣球失误 因为郎志老说呢 这支年轻的美国女排 未来的几年当中 将是 他们逐渐走向辉煌的这么一个时期吧 嗯 所以他是非常看好这支球队 但是目前来看呢 他们在经验上 还有所欠缺 发挥的不是很稳定 漂亮 又是哈莫托 我们没有拿到队员得分的这个统计 但是哈莫托肯定也是目前恒大女排得分最多的选手之一 是 这边确实技术很全面 哇 漂亮 这是 每个代的维俘 30岁的老将 金米琪也是助攻手 进好球 背传 第二球 美国队注意上来保护 也是背传 但是这球没有能够形成进攻 你看看 这就是杨浩的经验 对对 看到美国队已经两名队 变过来篮网 集体篮网 他的个儿又不是